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的重点 然后笔记的部分 土壤的成分呢 包括了矿物质 腐质质 水和空气 在这一边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矿物质 那个矿物质呢 它有根据那个颗粒的直径的大小 分成了 分成了三个 砂粒 粉砂粒跟黏粒 OK 基本上跟大中小 那你会看到的是越大粒的话 它的 它的水分 空气呢是越多的 空气会越多 因为它空 你想象空 那个东西越大粒 它的空间就越多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有的空气也会越多 它可以有的水分也越多 但是如果你讲到说 保水的能力的话 你越大颗 其实保水的能力会越差 因为那个水是怎样保留在那边呢 它是附 附着在你的这个表面 OK 所以你的颗粒越大 其实你很难的 保留着你的水 所以呢 过后呢 我们不要只是讲那个 这个矿物质的颗粒了 我们接下去呢 就要看说 整个土壤 它的矿物质的整个的分布啊 含量啊 又形成了三种类的土壤 第一种土壤呢 叫做沙土类土壤 它的沙粒会比较多 粘粒比较少 壤土类呢 就是比较平均的 粘土类呢 它的粘粒会比较多 沙粒会比较少 结果达出来的 达到的效果呢 就是沙土类哦 它的保水性很差 OK 就是水分很容易流走 但是它通气性就会很强 所以它土壤的颗粒会比较粗一些 像我们沙滩上的那些沙粒 那这种土壤呢 适合什么植物生长呢 椰树 椰树可以在沙土类土壤生存 那粘土类的话呢 它保水性很强 所以它很多时候呢 整个土壤好像四大八这样子的 那当它的保水性很强 它通气性就会很差 那什么植物可以生活在这种环境呢 用棚树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稻米 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稻米很多时候是水稻 整个是泡在水里面的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稻米其实呢 也是适合粘土类的土壤 除了这三个以外了 其他大部分的植物呢 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榮土类土壤生活的 OK 那就大致上是这样子 根尖呢 是我们吸收水分和无极炎的果门的啦 根尖是这个植物 吸收水分和无极炎的主要的部分 过后呢 它是生 有这个许多根毛的成熟区啊 它的根毛细胞的细胞壁会比较薄 叶泡会比较大 然后什么时候它会吸水呢 根毛的这个细胞液浓度 大于这个土壤浓度的话 它就会吸收水分 如果倒转的时候呢 它就会流失水分 流失水分呢 我们就叫它烧苗 它就会变尾黏啊 就是没有水分在这个植物体啦 所以要怎么解决呢 一般上什么 什么时候会这样 吃回过多会这样 所以要怎样解决呢 大量的浇水 OK 稀释你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溶液浓度 土壤中的水分呢 经过毛跟毛细胞 各层细胞 过后呢 去到木脂部 然后呢运输到各个部分 那木脂部里面呢 我们是叫导管 是让这个韧皮部呢 它是叫塞管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名词 我们来看一下 蕨类还有高等植物呢 它们是有维管树的 这个维管树呢 就是拿来运输水分 无极盐光合作用的产物 而维管树呢 贯穿整个植物 可以分成润皮部跟木脂部两个部分 润皮部呢 就主要负责运输有机 负责运输有机物的养料 的塞管 然后呢 木脂部呢 是负责运输水分和无极盐的导管 那叶脉呢 里面也是有维管树的 OK 那再来的就是 木光合作用的产物啊 就是所谓的有机物 然后就运输到 运输往上 OK 那这里呢 我们要知道说 左边这个是维管树三生的植物 我们叫草质茎植物 那这个右边的话呢 是 这个叫双子叶植物 木脂部的 那它外面呢 是润皮部 它里面呢 是木脂部 它中间这个环呢 叫做行程层 OK 所以这三个结构呢 你要记得它名字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一个实验啊 如果我们把那个润皮部给挂掉的时候 那过后的一阵子呢 你会看到呢 肿脏起来的部分呢 一般上呢 就是那个 润皮 那个营养传下来的部分 OK 营养从上面传下来 所以这边会装起来 好 再来第四呢 就是再讲 增腾作用了 我们植物呢 就通过叶子的气孔 把体内多余的水分气化 而扩散到空气中 水是通过叶的上下表皮的气孔 散发出来 下表皮会比较多 上表皮会比较少 气孔呢 周的周围两边呢 有保卫细胞 保卫细胞 围着它 那增腾作用的功能是什么呢 第一 它可以产生增上前引力 然后促进水和无机能源的运输 根呢 就可以不断的吸水了 好 那再来第二 它排出过剩的水分 第三它可以降低植物的体温 再来它可以供应 矿物源 而维持体内的这个水的平衡 第五它保持了植物的细胞的脏满 以及支撑植物 那所谓的支撑植物 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炒植镜了 炒植镜 因为它没有炒植镜植物 它的木质布呢 比较没有这么硬 然后呢 它需要这个水分来把它保持着 那个支撑着 这个我是从哪里抄回来啊 好像是旧课本的 我好像从旧课本那边冲 冲出来 所以大致上是这一个 然后呢 影响蒸藤率 蒸藤率的意思就是蒸藤的快慢 蒸藤作用的快慢 的这个 环境因素呢 包括了温度 温度越高 风越大 光越强 湿度越低 还有气压越低的话 它蒸藤呢 就会越 越快了 蒸藤率就越快 然后呢 这个也是旧课本的资料 植物体如何减少上市水分呢 有些呢 它有很厚的表皮 有些呢 它有蜡质的表皮 像是什么鳄鱼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一些 真的有一些叶子 你会看到好像蜡 有蜡面这样子 在上面 那具有储存水分的 茎 还有蒸状的叶啊 现在就是在讲这个 仙人掌啊 仙人掌因为它水分很少 所以它叶子啊 要做得越小越好 所以那个仙人掌的 那个蒸啊 是它的叶来 卷叶 卷叶也可以保持 也可以减少那个蒸藤作用 有些当然就是这些 是特定的一些植物 它可能在 呃 比较没有什么水分的一些 一些 呃 呃 地方生活啊 它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些结构 还有叶子表面呢 有绒毛 这些都是可以减少那个 水分30的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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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